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佳里大咪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今集將會和大家討論 美國一份令人震驚的研究報告顯示 有些大品牌的治療交報或是崩帶 含有危險水平的永久化學物質 我們今集將會討論這種永久化學物質 對身體有甚麼危害性 以及哪幾個大品牌是驗出有這些永久化學物質呢?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通知 你們每份力量都可以令我們做得更好 感謝大家 即是PFAS 有稱為永久化學物質 在近年中, 我們經常都會在廚具用品 可以見到PFAS-free這個用字 那到底PFAS是甚麼來的呢? PFAS永久化學物質 意思即是它不能被細菌 或是任何化學方法分解 這些物質和很多負面健康影響有關 例如是免疫系統表現 和疫苗反應下降 嬰兒或兒童學習的發育問題 某些癌症、生育能力下降 等等其他影響 內分泌環境衛生監督機構 對18個不同品牌的40種斌帶 或者治療膠布進行了有機忽含量檢測 其中26種發現了可檢測到的忽含量 當中忽含量超過100%ppm的 的斌帶或者膠布包括是 那究竟這些PFAS會不會直接進入我們的血液入面呢? 美國國家環境健康科學研究所前所長 他說由於繃帶是放置在開放式傷口上面的 令人不安的是他們都可能令到兒童和成人接觸PFAS 所長的意思就是說這些PFAS 很可能會直接進入我們的血液入面的 而最可怕之處這些PFAS物質 其實是一種非常有彈性的化學物質 它可以在環境內保留數年甚至數十年 這些化學物質還無處不在 最常見是用在防水和防污產品 甚至乎在一些易結鑊裡面 大家喝水或者吃了含有PFAS的食物 PFAS化學物質就很容易進入我們的血液 一旦進入了血液 PFAS就會留在健康組織裡面 損害我們的免疫系統 肝臟、腎臟和其他器官 而這次賓帶或者膠布裡面有PFAS 很可能就是因為它的防水、防油的特質 而被使用到 大麥在這裡提提大家 上述的品牌 如果你擁有它的話 就要考慮是不是要停用了 因為始終健康都是無價的嘛 說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